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解放军和美军连续出现在了太平岛附近 南海太平岛 台湾海巡署说 在立法机构报告说 因近年南海情势紧张 急需提升巡防能力 他说11月3号 太平岛周边数海里内 突然出现了美国和中国大陆军舰 迫近太平岛的情形 说岛上肉眼可见 传影 情势一度紧张 说据太平岛的雷达观测 说3号上午 先是由美海军驱逐舰 惊航太平岛周边12海里处 紧接着解药军驱逐舰 就现身太平岛 岸上可以肉眼看到数海里内的位置 这个咱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解放军会紧随美军 美军如果进12里 咱们必须也要进 因为这是中国领海 所以咱们中国也必须要进 然后驱离他 也说台湾现在根本就决定不了 这就典型嘛 你只能能眼睁睁看着你 被别人在这控制 台湾什么都决定不了 这就是现实 所以你说他在太平岛上 看着就等着军舰 等着军舰来交接吧 对吧 到时候 很显然到时候给你个通知 一小时内 收拾东西滚烂 或者你收拾东西在岸上给我集合 如果不集合呢 那就是炮开炮 人家舰炮就开轰 你说台湾能干什么 美军他也防不了 解放军他也防不了 现在就解放军在守太平岛 跟台军也没啥关系了 台军那点能耐 咱们看着呢 现在看的美军是闯12海里 非常明白 这就是要准备 要准备在这个地方挑事了 岛上说下令提升警戒 海巡与驻岛军方密切 关注周边海事情况 发展 回报海巡 震海指挥所 这个5号呢 对于这个南海太平岛的这个 船舶动态 海巡署 同台防部门 主管部门 有有效侦监 等等 目前看的确实不一般 整个南海 一点不一般 其实不光南海 整个海上都不一般 可能没有发现 现在美军出动了10艘航母 也就是说是7艘 不是 是10艘航母 这个很不正常情况 就是他一般呢 是只有在这个紧急大战的情况 世界大战情况下 才会这么干 至少5艘航母 是山东舰 山东舰还在给美军压力 至少牵制了5艘航母 那么美军现在已经透支 凑了10艘航母来 有两型攻击舰 那个咱们算轻易航母 从4号开始 美军出动航母次数再增加到7艘 4艘执行前沿部署 另外两个两栖攻击舰 领衔的两栖远征队在部署 另外呢 英国的皇家海军两艘航母 对吧 那么日本海上追队 一艘直升机航空母舰 也在行动 那这个就是10艘航母了 有5艘在太平洋 其他三艘一艘 其中三艘和山东舰 从属一遍海域 应该是两艘美军航母 和一艘两艘航母舰 和一艘日本的两艘航母舰 那么两艘是在美国的西海岸 你看它这个位置 两艘美国西海岸 那么山东舰编队呢 在菲律宾海 然后呢 美军两个航母打击群 在琉球 与中方在周旋 你看航母打击群要作战 它能够摆开阵型了 也就是这个西太 它到南海摆不开 它跑都跑不了 所以咱们一直讲 南海不是恶命 美国两个航母就在琉球 到这个关岛之间 这个西太平洋 菲律宾海这一带 才有可能运动活动展开 也就是说跟几方军周旋 而这个几方军 山东舰也是 它必须要出一岛链 才能有作战意义 否则这个区太小了 近一岛链太小了 航母就是没意义 日本海上自卫队 也加入了美军编队 里根号航母打击群 卡尔文森号 航母打击群 日本的日向号直升机航母 包括一些盟友的驱逐舰等等 在菲律宾海组织了大型的演练 美军号称是2.5个航母打击群 展示美军快速集结 提供压倒性海征力量 这种能力 实际就是要原位 实际就是给一些威胁 自己几方安全的势力 做这个行动 就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一旦有事 那么美军航母立刻出动 实际就是震慑 根据美国公布的 这个态势感知地图 美海军在太平洋市 集结了4艘航母 其中两艘菲律宾海 两艘 这分别是里根号 卡尔人斯号 日本海商自卫队的日向号 尼米兹号 已经在9月25号 完成了舰队飞行员 后备中队的集结了 抵达母港 布雷默顿 通过短暂维护之后 已经出海 进入太平洋 你看他在三岛链 和美国温度之间 预防放了航母 那么也就是说 也有可能向西 增援西太 这是什么阵仗 再结合美军 在试射 在做核实验 再加上试射核弹 包括俄罗斯 最近也是 打了它最新的核弹 大家想 这不就是世界大战的格局吗 另外 罗斯福号航母 也离开了圣洁哥 这就是 这艘航母短期 那第二次出海 可能也是 进行维护后的海事 但也可能是 经过动员 紧急进入西太 前沿部署 如果解放军 现在面临四艘航母压力 对吧 四艘美国正规航母 这个是前所未有的 地中海方向的 福特号航母打击群 仍然镇守地中海 东地中海 那么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其实就靠这个福特号 艾森豪威尔号打击群 与福特号 已经是迅速南下 通过苏伊士运河 红海南下 进入印尼洋 然后抵达波斯湾 进入中央司令部防区 对伊朗进行背设 另外美国海军 华尔顿航母 也在东海岸 进行训练 按计划 它会替代里根航母 再加上西海岸 还有个林肯航母 美国海军这次一共动员了 八艘航母在海上出动 就是现在整个全地球的海上 有八艘美军航母 这是难得一见的 什么大阵仗 尽管美国海军来势汹汹 不过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这种动员如此多的航母 势必会打乱美军未来的节奏 你到底要不要维修保养了 因为美航母部署之后 需要长时间维护修理 人员舰载机需要轮化 尤其是核动力航母 涉及到核动力 它维护时间更长 换句话说 它是不是在最后一搏呢 是吧 最后一口气一搏 美国海军会面临 大面积航母爬窝 想想是不是道理 可是还是要部署 部署数量 有可能未来会 这次最猖狂就八艘 未来有可能就没了 因此不到紧急时刻 美国是绝不可能让航母同时出海 到底什么紧急时刻 能让美军八艘航母出动呢 是吧 它必要时刻一定会避免自己的 无航母可用的局面出现 所以它不会这么干的 那可能就是当前的局势 让美方感到了万分的紧张 什么情况呢 会不会跟美国收割失败有关呢 对吧 也可能看出目前的局势 让美国已经是 只能动用航母 威慑这一条路了 对吧 那就是说两艘航母 威慑不了中国了 对吧 四艘给你加量 能部署航母大约群 全部开往热电海域 你看现在中俄 伊朗 是吧 实际上呢 即便是美国海军 动用了最多的 七艘航母出海 还遥而叫来了 这个盟友三艘航母 但细节上 还是显示兵力不足 捉襟见肘 巴以冲突爆发后 接近一个月 美国海军在印度洋 仍然是没有航母大约群的 这是无法想象的 那无法对伊朗 实施进对威慑的情况下 这个伊朗 这一个月 非常舒服 正在 吃尽了哈马斯这个红利 伊朗实际不知道 哈马斯这个行动 但是后续的 伊朗吃尽了红利 叫扬威 是吧 整个阿拉伯世界 伊朗 认为伊朗是大哥 那么美国海军在印度洋 没有航母打击群 威胁不了伊朗 艾森豪卫尔号航母打击群 刚刚通过苏西运河 进入红海 还需要数天时间 才能抵达阿罗海 而且这个期间 要经过野门 胡塞武装 刚刚也对以色列 发动导弹攻击 就胡塞武装 动用导弹封锁红海 威尔号航母打击群 肯定要加小心了 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来跟胡塞武装的导弹周旋 按照惯例 美国海军肯定会出动 动员西带的航母 然后去印度洋 对吧 但是威胁伊朗 一般用亚洲的 以前在盯着中国的航母 10月初 8月冲突爆发的时候 美国海军 里格尔号航母打击群 正在南海 当时南海活动的时候 距离伊朗波斯班 大约就8000多公里 但是没有去 此外呢 这条航母进入印度洋航线 和这个 艾森豪卫尔号 通过苏伊士运和东河洪海 进入印度洋航线 要更安全 就是通过马六甲海峡 进入安达曼海 然后绕过南亚次大陆 抵达阿拉伯海 更安全 因为周围国家 都跟美国关系比较好 这个对美国航母 其实更安全 但是现实是里根号 脱不开身 进入南海以后 贝勒给菲律宾打气 结果就和山东舰擦肩过 又去了南海 解放军航母要出海 美军必须在伊岛链 摆一个航母张军 对吧 否则他又没有安全感 所以这就是咱们山东舰 别看是个常规动力 但是确实跟美国核动力 可以牵着他一艘 到两艘 这样一来的美军只能调动 东海岸的 艾森豪威尔号打气军 老实远征 横跨大翔 经地中海 通过苏维之运河 穿红海进入洋 绕一圈 然后东舰才能抵达 不算 这什么意思 就是一旦战时 一旦发现 山东舰出难 出这个伊岛链 意味着美军航母 是不可能通过 马流江海峡进入洋了 他只能去绕 绕那边 那 他航程总共超过一万五千公里 几乎是西太平方向 整个的路线的两倍了 那这条航线也是非常危险的 苏织运河 红海 对吧 非常狭窄 那美军并不是不愿意动用里根号 而是山东舰紧急出动了 迁出西太 那么打乱了整个的部署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里根号 在南海晃来晃去又回去又出来 又回去又出来 是吧 原因是 原因是他自己都不知道山东舰在哪 美军看来是被中国打个措手不及 卡尔文色航母呢 当时还在横渡太平洋 如果里根号航母去印度洋 西边去印度洋 那伊岛链就是没有航母了 实际还是因为航母缺少 原因是他离亚洲太远了 那这个时候 卡尔文色航 即使是打击群抵达西太 那面对解放军 整个的联合作战体系 他没有胜算 咱们已在劳 换句话说 里根号航母打击群 被咱们中国紧紧的拖在了西太平洋 没法增援中东 你看中国伊朗俄罗斯联动 神奇吧 这个中国在救伊朗 看中国山东舰出动是在救伊朗 全球范围来看 美国海军在低中海方向 需要应付两个战场 首先是乌克兰 还有就是巴以冲突 黑海低中海都要派军舰盯着 但是只有一个福特号航母大学 而且福特号还没有形成完全的作战能力 关键的印度洋方向迟迟也没有出现 美国海军航母身影 这让外界一直感觉到美国 整个在中东的行动力在下降 这就有了什么 有了伊朗后续的军演 美军这个困境 现在只是解放军 两艘现役航母 辽宁舰也没有出动 应该是山东舰 那么未来福建号一旦服役 大家想想 他就得跟着解放军满世界转了 解放军神出鬼没 咱们有态势感知美军可不一定 解放军至少 一年中应该有几个月时间 能维持两航母编队出海了 如果福建号一旦服役 两航母可以出海 两航母出海 美军有能力长期在伊岛连维持两航母吗 这是问号 而且日本那几条直升机航母 不够咱们重型舰载机殲-15收拾了 美军处理其他的地缘热点 能力必然下降 现在看美军准备四航母来看着中国了 那四航母看着中国也就意味着 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航母数量是直下下降的 包括在欧洲航母数量也在直下下降 这就是整个中国在西太阳 整个咱们山东舰 辽宁舰 福建号未来面临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咱们直 咱们用了常规航母 加上弹导的弹就可以将美国这么贵的四艘核动力航母 牵制在西太 它未来是没法支援中东的 咱们实际再给伊朗做测印 包括俄罗斯也是 它在黑海已经是米格三腰行动了 也说整个美军现在是面临着整个欧亚大陆的一个防御圈了